好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请出了我们其他的几位嘉宾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那当然是有我们的张静鹏先生 何金玉女士 何三军先生 以及我们的孙孟雅女士 当然还有我们的北京卫视的 好 我们就请几位 来 请几位能够往后面站一小步 好吗 来 我们请那个 季鹏站这 然后 何女士站这 余晨哥站这 好吧 好 来 让我们倒数五秒正式开启着时光的味道之旅 5 4 3 2 1 是的 我们康美街人生时光的味道在北京卫视9月16这个礼拜天晚上10点钟就会正式的与大家见面 我们接下来看到了这么多博白美好的一些片花 美好的一些这个ID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期待 所以这下时间请我们所有的主创能够站到正中间来 好 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 来 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 粉丝 好的 太棒了 再一次谢谢我们在场的所有的领导朋友们 也谢谢我们两位艺人嘉宾 谢谢你们记得9月16号晚上10点 10点 怎么只有他讲 你们大家可以配合一下讲一下吧 9月16号晚上10点 收看北京卫视的 时光的味道 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 拜拜 谢谢几位 谢谢 谢谢哲瀚 谢谢余晨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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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你的什么样的决定位在节目中 我在节目里面呢 其实就是要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艺人 他们能够来到这样子的节目里面带来他的朋友 可能多少少少 正像我们刚刚哲瀚讲的 可能有6年没有去旅游过了 所以我在中间呢 就要在中间调课一下 然后要把他们一些秘密给刮授出来 看一下哲瀚私底下是不是一个很奔骚的一个人 还是他就是一个很骚的一个人 或者是看一下余晨哥 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大哥型的 还是说他自己可能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面 我们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面能够做一个365个无死角的 全部给他挖出来这样 其实郑飞就是《时光的味道》里面最好的那集调味品 最好的那集 他就是酱子 没有啊 我其实不是很想展示什么多元化的自己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特殊的这个才艺和本领 但是全展示出来 就手里没绝活了 我觉得还是要留一点东西给自己的 我看吧 我随机应变的能力稍微还可以 看看有什么可以让我随机应变的东西 我听说在里面要做一道菜 你有没有想先吃什么菜 哦 我会 可能 闷 闷之类的 可能 闷啊 炖啊 这种炒 你很喜欢 闷跟炖啊 跟我性格差不多 就会比较闷一点 慢舍 对对对对 慢舍慢舍 好 郑翰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 在这种东西 因为我之前的那种东西都是 在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们没有接触到这种东西 其实我们没有接触到这种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 我们都没有做到这种状态 去去训练 射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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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议 或者看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在昂明湖啊或者是 啊 基地那些社啊 或者是这样的 另一个人大街 这些年生活中 是有点想法 这些年生活中是有点想法 这些年生活中是有点想法 只是我们都还挺期待哲瀚的这一次 因为哲瀚 我们宇晨哲他大概是一位朋友 那我们之前录的很多家庭都是一位朋友 但哲瀚大概是两位 而这两位呢 都跟他都是死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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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 所以呢 刚才哲瀚刚才也在舞台上面讲说 他可能自己一下 他会去生气的时候 会怒骂 会讲一些话 但平常我们都不会看到这样子的哲瀚 所以其实我还挺期待看到哲瀚 跟他那些死打在一起会变成一样 那这次如果做菜的话 有想做的东西吗 呃 从那时候 最厉害的东西 最多了 对啊 对我 但是我挺想 就像女士哥 我刚才听到他说 特别感动 他一直都会去照顾客人 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 很像女士 那这样觉得自己还是很好的 可能我会去帮朋友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说到照顾朋友 我还想就是 没有在一直照顾我 那种人想的是 诶 那些人说他想照顾他 就有没有 那么多名 好像我也就去 说是照顾朋友 所以他们去做 我会去做 那种人想的 那么多名 我都会去做 那种人想的 那种人想的 就是我 看到自己的缺陷了 就想说 我感觉 你会去做 那种人想的 那种人想的 但是我做 那种人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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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种人想的 我经常都是 那种人想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会去 他们去照顾 我建议 我去做 那种人想的 那种人想的 我做的 那种人想的 那种人想的